在这个星期我们才focus过一带一路的签约国家 那么对于中国在当地的各种合作建设开发案 爆发了民间的反弹 而这次是中国最大的金属矿产集团 叫做中国五矿 它在2014年买下了秘鲁南部 叫做拉斯邦巴斯的铜矿 现在因为遭遇原住民的抗争 抗争的情况非常的剧烈 因此这一个铜矿厂宣布停产 当地原住民当初为了这个铜矿厂 开发千村 市居的农牧环境也遭到破坏 所以他们长期跟中资的矿厂 在经济还有环境的补偿上面拉扯 一直没有办法取得平衡 这次原住民整个抗疫行动 是抗疫指控矿厂不能够落实 早前的经济跟土地的补偿承诺 所以以长期扎营的方式抗争 而矿产为了尽快恢复生产 一度以军警用催泪弹驱赶示威的原民 使得抗争者以更激烈的手段 最后是纵火的方式焚烧矿厂里面的车辆 那么这些激烈的互相对待 那么一直到现在 矿厂终于宣布暂时停止生产 暂时的告一个段落 世代居住在秘鲁安地斯山脉南部的大批原住民 近来连续数周 在当地由中资企业中国武矿集团 负责开采的秘鲁 拉斯邦巴斯大型露天同矿区内扎营示威 当地以放牧为生的多个原住民社区 因为受到露天同矿开采 与矿区持续扩大的影响 除了被迫迁移让地 社区成员世代经营的农场 与放牧环境也遭到损害 多年来与矿场就相关的经济 环境与文化等补偿协议持续拉扯 在原住民扎营并占领道路 阻止矿区车辆进出下 中国武矿在上周三宣告暂停生产 这个矿场年产能近40万吨 占全球同矿总量的2% 秘鲁当局周三宣告 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也就是禁止任何集会或者抗争活动 但中国武矿集团希望驱赶抗争者 以便恢复矿场营运 600多名手持盾牌的警察 以催泪瓦斯驱赶在当地扎营抗争的原住民 导致现场原住民难过嗆壳 甚至还有抗争原住民满脸是血倒地不起 整片山坡到处都是催泪瓦斯引发的浓烟 犹如战争现场 事件造成14人受伤 秘鲁警方在完成驱离行动之后陆续撤离 但原住民的抗争并没有因为无法继续扎营而停止 反而更加激进 有抗争者不满中资矿场的做法 潜入矿区焚毁至少三辆车 而中国武矿集团周五也坦诚 因为抗争持续还没有办法恢复生产 由武矿资源 国新国际和中性金属组合的联合体 与加能口公司达成协议 将以58.5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秘鲁邦巴斯项目 早在中国武矿买下拉斯邦巴斯同矿的隔年 就曾经因为无视当地原住民的反对 把高度污染的同倍处理厂 设在靠近原住民生活的区域 还把曾经规划成本较高的管线运输模式 改为以卡车运送 引发当地上万原住民集体示威 并且与警方发生流血冲突 至少四人死亡 此后七年由中方经营的拉斯邦巴斯同矿 持续遭遇当地原住民抗争 矿区累计超过400天被迫停产 但中资企业不是秘鲁境内 唯一遭遇原住民抗争的矿区经营者 美国南方铜矿公司经营的秘鲁跨货内铜矿 两个月前就已经宣告停产 经过与原住民协商之后 持续50多天的抗争活动 最近已经结束了 对于向来处在弱势地位的原住民来说 世代居住的土地与资源 常会因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而遭遇剥夺 采取激烈的手段抗争 往往是不得以下的悲鸣 就像智利南部阿劳科省 周四就传出 为当地伐木业运输木材的33辆大卡车 莫名遭到纵火焚毁 案件疑似是当地原住民 意味不满资源遭侵占的抗争行动 这一次秘鲁两座铜矿厂 先后遭遇原住民抗争而停产 但若希望恢复长久的和平 诚恳解决原住民的需要 可能才是根本之道 TVBS新闻综合报导